你别闹了,我不是,堂堂不是老板 她也是老板吗? 不是,我不是老板 她是说我也有当老板的这个材料 老板你觉得吗? 可以,可以培养 可以培养 那你好好培养培养我,然后我以后也做老板 好不好,对 我没有,我就是那个,我啥都不 我不是安息的,但是安息是属于泉州的 我是泉州的,泉州人,老家泉州人 有人说我被堂堂骗了,他骗我什么?没有啊 堂堂是大老板 没有啊,他在我这边就做助理嘛 然后就是,堂堂就是别人带过来的嘛 然后现在在我这边做助理嘛 对,我原来是那个张总监的助理 然后现在是你的助理,对吧? 不是,就是我总吹牛,我在直播间总吹牛 我说我以后要做大老板 所以说呢,就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就以为我是 就是,就是说,希望我成为老板 对吧? 这是我的梦想嘛 那我跟你学习也是想以后 他上面那么多好多人说什么 你是大老板 你信吗?你觉得我长得像大老板吗? 我这个都给我搞糊涂了 他真的是老板吗? 你看我长得像老板吗? 我每天坐公交车上班 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啊 连个电动车都没有啊 是不是啊? 真的假的?他真的是老老板啊? 就是我老是跟他们吹牛 我说我以后要做老板 嗯 不是,你看看到没有?不是 知道吗?不是老板 嗯 好多是说是真的 好多人说真的 假的?你这你也信 你你你你觉得 你觉得我是老板 我能来你公司 一个月拿三千块的工资 起草贪黑这个样子吗? 那倒也是 对吧? 我怎么可能是老板呢? 嗯 我现在我就能跟你做助理 这是我 这是我能做的 目前为止的最高职务 嗯 我上一份工作都没有当成老板的助理 上一份工作才 是张总监的助理 离我们那个老板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嗯 你饿吗?还要不要吃点? 我 还不饿了 老板你吃 好多说我被骗了 没有跟你说 他们开玩笑的 他们开玩笑的 没有跟你说 刚创业 哎 刚创业了 没事 我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 就有很多东西都挺值得我去学习的 这个都 早期就是做过很多嘛 然后也亏过钱 然后以前也是有就是啊 就是亏了很多钱 然后又重新再去做 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做了 应该创业了大概有十年的左右吧 应该创业有十年的左右了 反正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做过什么 一开始什么百地坛什么的都有做过 啊 然后开公司啊 然后什么的 都都到现在开公司 嗯 嗯 挺好的 嗯 那 那你带带我呗 王总 嗯 可以啊 嗯 这个 你好好学 好好努力 这个 我觉得你还是 蛮优秀的 然后也可以培养 嗯 嗯 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先跟家人们聊一下好不好 好 嗯 我被骗了 不会啊 我觉得他 确实是 他是大老板 真的吗 那 那我等一下好好问问他 哦 他真的是老板了 我不知道啊 他就是 那个 我们那个总监他带过来的 然后我看他也挺好的 然后做事也挺挺快的 然后做什么事很认真负责 我就说让他给我先做助理嘛 然后反正我身边 我现在公司也是需要 没有啊 他 他的车子一百多瓦没有啊 他平常都上班了 他平常都是做电动车啊 他条件都不大好 他平常都做电动车上班了 没有开什么一百多万的车 对 对 嗯 有吗 有吗 哦 他平常我看他都是做公交车啊 然后电动车什么的 那黑粉说的吧 这些是黑粉吗 不是吧 嗯 嗯 他 他 我没有我没有女朋友啊 对 我我没有女朋友 对 对 他挺好的 我觉得挺 他人是挺挺好的 也挺漂亮的 对 对 我二十八对我二十八岁 哦 你们经常看他直播是吧 哦 我很少很少看玩直播很少看看抖音什么的 嗯 嗯 对他刚来他刚到我们公司 吃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我们吃吃宵夜嘛 现在我们出来 刚 我刚出去半年是我带他来吃点宵夜嘛 我和他谈得来不不合适吧 我和他谈得来不大合适吧 嗯 嗯 你们觉得我和他谈得来合适吗 嗯 觉得合适 这个扣个一 不合适的话 扣个二 嗯 他 对我觉得他挺挺好的 然后做事啊什么 啊 然后颜值方面啊 都挺漂亮的 这么多扣一的 真的合适吗 什么东西啊 他他说我们主对象啊 啊 谁啊 啊 他说我们那个 看我我跟你合不合适啊 说 扣一的话就是 合适吗 扣二的话就是 他们说啊 他们说我们两个 做做那个 我做你的助理合不合适啊 嗯 是吗 大家说说做助理的吗 你们在聊什么 说我们俩 对啊 他们他们在公平上的扣 说我们俩合不合适什么的 不合适 因为不合适不合适 你人家这么大的老板 我怎么 我不合适 我就一小助理啊 家人们别开玩笑 嗯 嗯 嗯 啊 我今天坐公交车上班啊 我电动车都没有 我咱们公司人都有电动车 就我没有电动车 哈哈 哈哈 我要努力工作 然后希望下个月可以 赚一辆电动车 嗯 可以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好 拜托了拜托老板了 拜托老板了 哈哈 希望下个月能够 能够买一辆电动车 哈哈 哈哈 嗯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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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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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哈哈 我猜 我猜一个有没有奖金 电动车要多少钱啊 电动车 两三千啊 两三千块就有了 哇一个月工资都没有了 哈哈 哈哈 一个 一个月工资都没有了 哈哈 哈哈 加油加油 嗯 希望下个月 嗯 哈哈 家人们开不开心 来我们打个开心 哈哈 老板老板很好的 嗯 嗯 嗯 挺好的 王总真的挺好的 嗯 我底薪三千老板还有还有提成是吧 底薪他给他开底薪三千的工资嘛 然后加提成了 对 就我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就是 陪老板加班的话 就就有加班费 今天晚上加班费多少钱 今天晚上加班费多少钱 对我这样我也不太合适了 哈哈 有啊有加班费啊 嗯 哈哈 今天晚上有加班费啊 嗯 那应该很快就能穿到一辆电动车了 哈哈 哈哈 应该蛮快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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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哈哈 弄弄力 电动车要两三千 对 哦 电动车两三千嘛 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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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嗯 那么让你送我一辆了 哈哈 送你一辆 可可 嗯 也可以吧 别这么为难开玩笑的 我怎么能让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没事没事 你工作也都挺好的 可以送你一辆 不用不用我真开玩笑的啊 真的开玩笑的 没关系啊 不用不用送 真的 不用我我下个月努努力 然后 你们觉得我要送一辆电动车给他吗 如果说觉得要送给他的话 你扣个 一吧 如果说觉得 不用送的话就扣个二吧 我看一下 呃 你们家粉丝要不要我送给你 哈哈 看 看不用不用的多还是用的多 看扣一的多还是扣我的多 嗯 又说你有车了 你看我哪有车啊 我今天 今天早上你不是看着我坐公交车来的吗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说这么开玩笑的 嗯 对 今天老板看着我坐着公交车来的啊 嗯 哈哈哈哈 我 不用送老板 那个 你就你就把公司里边的那些 嗯 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多给我安排一点 然后我 我能多拿一点奖金 然后我自己买好不好 嗯 不用啊 那我我送你啊 看扣一的也比较多啊 到时候送你一辆电动车 别啦 就多不好意思 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我听粉丝的吧 听你们家粉丝的吧 就送你一辆吧 哎 哎 别别别别 老板你开什么车 我开 嗯 就一般吧 就 嗯 就几十万的车吧 那老板有点异调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我觉得今年 你努力 嗯 然后明年应该可以 可以换个一二百万的车了 嗯 虽然几十万的车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觉得 嗯 比起你的身份来说的话 我觉得 嗯 嗯 这个 就我还是平常 嗯 比较有的 比较节省的吧 就买也是说可以买 要说没什么 太大的必要的话 对对 确实没必要 对吧 对我也觉得没没什么必要 嗯 就有个代步工具就可以了 对 代步嘛 对 代步工具就可以了 嗯 他们问你 他们问你开宝马 还是开奔驰 还是啥的 开奔驰 啊 开奔驰 嗯 已经很好了 嗯 28岁 28岁 那个自己 我老板 我老板很优秀的地方是 我老板是白手起家哦 对 家里条件 跟我一样都不是很好 然后 自己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真的很厉害 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向你学习的 嗯 没有啊 反正这个 也是要 要自己努力干吧 像我 呃 以前的话我一天工作都是 十几个小时的 然后每天都在工作 嗯 所以的话就是 把自己的婚姻大事给耽误了 哦 那 那 那你那你那你今年的规划是什么呀 今年 嗯 今年规划的话就是 呃 事业稳定了嘛 然后 就切个女朋友吧 哦 嗯 嗯 对 就 就现在还 家里面有时候也会吹嘛 然后就切个女朋友 想走 那你快 那你快带带我吧 然后把我交汇了 然后回来公司的事情我帮你管 然后你就可以有时间出去谈恋爱了嘛 咪咪咪咪咪咪咪 开玩笑了 他们开玩笑了 老板 他们开玩笑 我配不上你 我配不上 你也挺好的 也说也挺好看的 但女孩子长得好看 没有用啊 得 条件匹配 不行了 没事吧 他有点咳嗽了 对糖糖挺好的 没事吧 没事我倒杯水喝 你去帮 这有水 算了算了我来倒吧老板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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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老板 我让你给我倒水不合适 没事我给你倒 我洗一下吧 谢谢老板 我助理我不是得给你服务吗 你给我倒水这不合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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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呛到我的家人们别开玩笑 别开玩笑 老板 老板 老板得找一个那个年轻漂亮有能力的 你像我这种 都跟 你也挺年轻漂亮的 不是 我这还有后话呢 还有后话 就是那个 就我 我这种助理的身份是配不上你的 你得找一个就是那种有能力一点的女孩子 然后像你这个条件的话找一个20岁的也可以的 我都老姑娘我这种的话我就我就先想着怎么活下去吧就先不要想着什么谈恋爱了我现在就想办法生存下去吧 没有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说两个人能在一起的话就是也不用看什么条件什么 只要说两个人说互相喜欢对方 然后你就有演员的话 然后 然后就说做人做事啊人品都可以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找对象的话我就不会看什么 就是条件啊这些什么东西的 互相喜欢就可以了 那你那你要是要求这么宽泛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多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你这样的人你早就脱单了嘛 你肯定是有要求的吧 但是我自己说看这个人有感觉啊 然后会喜欢他才行啊 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才行啊 那那倒是 那倒是